结婚第三年 妻子谈了八年的前任 突然在社交软件晒出一套千万婚房 并配文 则大别书到手 我泡妞一流 我惊讶地看着配图里 在售楼出刷卡的妻子 评论了一个 下一秒 妻子打电话来训斥我 我不过是兑现了 当年和她谈恋爱时的承诺 给她买了一套婚房 你骂她干嘛 怎么 难道你要恶毒到 逼我做一个不信手承诺的女人 傍晚 八年前任又高调晒出百万装修单 我知道那是妻子哄她送她的礼物 可是 我不在乎了 柳如烟回家时 我正在吃帕罗西厅 这是治疗抑郁症的药 自从宋奥出现后 这段窒息的婚姻 让我从健康人直接患上中毒抑郁 柳如烟走过来 抢过我的药丢进垃圾桶 我一回来你就吃药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装可怜啊 她拿出一捧花丢在我面前 宋奥送你的 我问她怎么惩罚你 她才消气 她心善 她说你和她道个歉 这事就当过去了 我看着桌面上半年儿的花束 细闻之下 还散发着花枝腐烂的臭味 三天前 宋奥晒过这捧花 配闻是 则鲜花和女人 幸福的下午 那些不堪的回忆再次袭来 我拿起水果刀削苹果 试图转移注意力 我不要她的东西 脏 柳如烟皱眉 不跃倒 你又在高贵什么 人家都给你送礼了 你去道个歉 会掉你一层皮吗 我依旧不动 别给脸不要脸 是你错在先 宋奥已经低头和你试好了 柳如烟不耐烦地踹了一脚餐桌 她这一脚力度很大 餐桌直接被踹翻 我也跟着摔倒在地上 不巧的是 那水果刀剑刚好刺入我的掌心 右手猛的流血 鲜红的血液 很快染红我的白T恤 我疼得狠狠颤抖 柳如烟慌了 我带你去医院 我没矫情 跟着她下到地下室 刚钻进车里 我发现柳如烟的副驾驶座椅换了 是全新定制的黑色机车造型座椅 柳如烟车子的内饰 一开始是青一色的粉色 显然 这是某人这几天才换的 你也知道我和她谈了八年恋爱 谈恋爱时我答应过她的 她以后对我提的所有要求 我都要满足她 柳如烟批了我一眼警告道 她说要换作以这要求也不过分 怎么 你不会因为这个小事 又要发疯闹事吧 我直接弯腰坐进去 系上安全带 不会这座椅挺酷的 柳如烟眼底露出一抹诧异 你不要求我换掉 我抿了抿唇 以前 每次看到宋奥刻意在柳如烟生活中留下痕迹 我都会将她的东西扔掉 如今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快去医院吧 手疼我随意敷衍到 二十分钟后 临近医院门口 柳如烟手机响了 怎么了 电话那边传来宋奥刻意撒娇的声音 别说太空 我一个人住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一直睡不着 难受啊 等我柳如烟醋眉 担心的不行 你看坏电视 我二十分钟就来柳如烟猛踩加速 三分钟后 她一个急刹车停在医院门口 我蜷缩在座椅上 突然出现躯体化症状 我喘不上气 浑身出汗手抖 头晕脑胀 柳如烟我叫住她 我难受 你扶我进去 我走不了路柳如烟侧头 不耐烦地看着我 又装病 早不疼晚不疼 宋奥一找我你就疼 怎么 她是刀啊 专门刺你的刀啊 柳如烟拉开副驾驶的门 一把将我拽下车 绝情地驱车离开 我蹲在地上 躯体化症状 让我浑身狠狠颤抖 动弹不得 天空依旧在下大雨 哗啦啦地瞬间湿透 我的全身和掌心伤口 我疼得蜷缩成一团 嘴唇苍白 看着周围车来车往 好在有好心难事 发现我不对静耳来救我 我才不至于出意外 半个小时后 我终于缓和过来 却得知一个惊天消息 唐先生 你得了胃部恶性肿瘤 这便建议立刻做手术 最快什么时候能做手术 明天等伤口包扎好 我回家换了套干衣服 柳如烟刚好回到家 他看着躺在床上的我 不满地踹了踹椅子 我不是让你回来 立刻给我运连衣裙吗 怎么 就因为我在医院没服你 你又要闹 你烦不烦啊 能不能成熟一点 二 我擦头发的动作一顿 讥讽地笑笑 为什么没给他运连衣裙 以前 他每天要穿的裙子 都是我提前一晚运好 可是在他拽我下车的那一刻 我身体刚缓和过来 立刻对他设置了免打扰 我眨了眨眼 随便找了个借口 手疼 没法拿手机看消息 柳如烟瞥了一眼 我包扎的右手 水眸闪过一抹一样 他将一个药膏扔到我面前 直屑地 医生说这个药膏效果好 我拿起药膏看了一眼 撇了撇嘴 绝了 过期药 耳边很快传来 柳如烟不满的声音 宋奥心善 他才不像你那么恶毒 斤斤计较 他知道你受伤了 特意买了这个药膏 让我拿给你 不用 你让他自己涂 我将药膏往桌面一丢 药膏在桌子上滑动 顺时落在了垃圾桶里 柳如烟站起身怒目对我 你特么又犯病了 这是宋奥特意去药店 给你买的 你就这么扔垃圾桶啊 我知道你在生气 不就是因为 我今天给宋奥买了一套婚房吗 可那是我自己赚的钱啊 我想给谁花就给谁花 你一样人家 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吗 他劈头盖脸一顿骂 我听得头晕脑胀 喘不上气 我没生气 你能不能让我缓缓 又装病 柳如烟不耐烦地打断我 他狠狠拍了拍我的头 你看你不是有抑郁症 你是这里有问题 脑子有病 你不仅脑子有病 你还很恶毒 自从宋奥回来后 柳如烟动不动就说我恶毒 他说我非逼他做一个薄情寡义之人 以前我耐心地和他解释 我在乎宋奥 是因为我想要让他偏爱我 如今他要做信守承诺 有情有义之人 那就让他做吧 我淡淡地问我恶毒 你能不能出去 让我缓缓柳如烟一愣 他转身出去 把卧室门摔得烹声响 我侧躺着 放了点轻音乐 想缓和情绪 可抑郁症再次发作 心脏不受控制得狠狠颤抖 抽疼 客厅里 时不时传来柳如烟哄送傲的声音 他笑声清脆 温柔至极 我迷迷糊糊快睡着时 卧室门传来开门声 柳如烟掀开被子钻进来 从后面搂住我 周六了 今天修修自从宋傲出现 我怀疑他们有染 柳如烟为了自证 就定了每周六修修 说任我检查 我伸手挡住他的手 今天我好累 下周把柳如烟的动作停住 他松了口气 本来我也不想和你做 要不是我爸妈对你很满意 你以为我会碰你 他迅速起身 摔门离去 我锁上卧室门 收拾明天做手术的东西 同时 我给律师发消息 让他准备离婚协议 柳如烟一连消失五天 再次见到他 是在宋傲的社交软件上 相识17年 恋爱8年 如今比爱人还亲密 配图是一张生日宴的照片 宋傲搂着柳如烟 手上戴着一个劳力士的新表 细看那个劳力士 和我之前预定的那款儿一模一样 半个月前 柳如烟突然好心去店里给我拿表 最终却不了了之 我讥讽一笑 默默点了个赞 柳如烟描打我电话 半个小时后下楼 我带你去参加聚会 对了 这是你最近表现好的奖励 我刚想拒绝 柳如烟直接挂了电话 想到离婚事宜要正常进行 我从医院打车回家 车里 柳如烟说起陪宋傲果生日仪式 你不要生气 谈恋爱时我答应过他 只要他愿意 每年生日我都陪他过 其实 这是我的私人生活 我也可以不用向你解释的 我单单点头 恨不生气 你陪他过生日 应该的柳如烟猛地看向我 水眸再次露出异样情绪 到了现场 我才知道今天是他闺蜜 林柠檬的庆功宴 在邮轮上庆祝 奇怪的是 今天没见到宋王 唐大帅哥 今天我能办庆功宴 还有你一份功劳 柠檬拿起香槟 朝我碰杯 他这是台句 也是事实 当时我看在柳如烟的份上 给柠檬牵过线 我倒了一杯茶水 恭喜 我最近身体不适 以茶代酒 柠檬脸上的笑意不减 听说你过几天 就要去接手国外的大市场 恭喜啊 我微微一笑 柳如烟拿着酒杯 突然走到我身后 他脸色微变 去国外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允许你去了吗 三 我不想和他多说 找借口去上厕所 柳如烟跟着走了出来 我和你解释过 婚房的事情 是我一早就答应他的 你别逼我做冷血的人 可是唐冻 我对你也不差啊 嗯我没理他 直接进了南侧 回来的时候 柳如烟身边多了一个人 宋奥坐在我的位置上 他靠在柳如烟身上 举止亲密 我看了一眼 走到柠檬身边坐下 宋奥看到我 他夸张地哀咬了一声 抱歉 我习惯和柳如烟做了 你不介意吧 我摇摇头 其实我还挺感谢你 拿走他这个麻烦的柳如烟 瞬间黑脸 宋奥脸色阴沉 深吸几口气 才勉强维持住效益 柳如烟可不是麻烦 千万婚房 他给我买的 我可一分钱都没花 不过 也得感谢你这么大方 愿意让你妻子 为我花钱两句话 在场的人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宋奥是柳如烟的八年男友 而我是他名正言顺的丈夫 在场的人都知道 我们之间微妙的关系 他们也清楚 宋奥的婚房怎么来的 可这事儿 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未拿到明面上说 宁蒙叹了一口气急忙 起身打圆场 行了 大家卖我个面子 唐大帅哥 你先来吧 跳舞 唱歌 游水 你玩哪个 炖了炖 宁蒙指了指一旁 一米高的大冰桶 好心提醒 我们轮一圈 醉菜的那个人 可是有惩罚的 我胃部突然隐隐抽痛 正准备说唱歌 宋奥突然抢答 肯定跳舞啊 唐栋跳舞那么厉害 我们都出来完了 怎么还放不开啊 我胃疼得厉害 沉声道 我身体不舒服 我唱歌 或者你们先玩柳如烟皱眉 音策策地盯着我 你什么意思 还在闹情绪 都喊你出来玩 主动给你台阶下了 你又在这里摆谱 宋奥意味深长地 打量着我的微表情 立刻让DJ 放了手劲爆的热舞音乐 他先是跳了热场舞 随即走到我面前 伸手要来拉我跳舞 我敏唇强忍怒火 沉声道 我说了我身体不舒服 你们可以玩 我先轮空 宋奥瞥了眼柳如烟 见他脸色微宁 他又来拉我 我烦躁地收回手 无意推了他一把 宋奥后退几步 他脚一滑重重地摔在地上 疼得嚎叫两声 邮轮上瞬间安静 就连热舞音乐也停了 柳如烟脸色黑沉如墨 他几步走到我面前 手上的酒杯 被他狠狠摔在地上 唐栋 你又在发什么疯 宋奥先跳舞 又好心拉你一起跳 他这是在跟你赔礼道歉了 你居然恶毒道 去推人家 宋奥低着头 冷着脸 站在柳如烟身旁 我冷冷盯着他 讥讽一笑 道歉 他难道不是在逼迫我吗 我说了我肚子不舒服 他耳聋 难道你也没听见吗 宋奥一脸委屈地红了眼 拉了拉柳如烟的手臂 柳如烟心疼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逐渐冰冷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既然你玩不起 那就要接受惩罚 他说着 一把僵虚弱的我 从沙发上扯起来 狠狠甩在地上 这一甩 我只感觉身上开刀的口子 瞬间裂开 一股热流涌了出来 我挣扎着想起身 柳如烟一只脚 猛地踩在我的身上 紧接着 他拿起一旁一米高 半米宽的大冰桶 直接倒在我身上 哗啦啦 重重的冰块砸下 划伤我的皮肤 砸得我头皮发麻 我红着眼想推开他 柳如烟踩在我身上的脚 却挪了的地方 直接踩在我开刀的口子处 好久好久 一大桶冰块终于浇完 我浑身又冷又疼 伤口的剧烈疼痛 差点让我当场晕倒 此时柳如烟正抱着 红了眼的宋奥 俯身耐心安慰他 宝宝 别难过 我惩罚他了 要是他待会儿 还向你不道歉 我就立刻马上和他 我强撑着身子站起 冷声打断他的话 提离婚是吧 我同意 我们离婚 从现在开始一刀两断 刘如烟看着我 水眸闪过一抹诧异 我拖着虚弱的身子 强忍着疼痛 一步步往外走 众人的目光中 我的血液一点点 从白衬衫网流下 昏迷前 我听到服务员惊呼 流血了 快来人啊 天啊 这么多的血 该不会是 四 不知睡了多久 我睁眼时 刺鼻的消毒水未袭来 护士惊喜地看着我 招呼医生进来 唐先生建议住院两天 再观察观察 谢谢我嗓子沙哑 柳如烟走到我身旁 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你得了胃不恶性肿瘤 怎么不和我说 你要是告诉我 我就不会拿冰水泼你 我冷冷打断他 柳如烟 你说这些有用吗 我们离婚吧 柳如烟一愣 瞬间红了眼 你想吃什么 我让人做好带过来 鸡汤 虾粥 还是 我盯着他懊悔的脸 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滚 恶心 时来的深情比草轻贱 结婚三年了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不喜欢喝鸡汤 不喜欢吃下粥 我喜欢喝鸡鱼汤 喜欢吃的是皮蛋瘦肉粥 柳如烟 我们真的不合适 我一股脑说了一堆 柳如烟看出我下了决心 他握住我的手 水蒙满是祈求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气我给宋奥买别墅 那我也给你买一栋更好的别墅 好不好 只要你不离婚 提什么要求都可以 我嫌弃地甩开他的手 你不是说 你嫁给我 是因为我是死田狗 哈巴狗 我足够听话 而你随时做好了离婚的准备 这些话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 柳如烟心虚地低头 那是气话 当时我喝多了说的胡话 去年柳如烟过生日 他邀请了他的闺蜜团 以及八年前任送往 当时柳如烟的公司 正遇到一个瓶颈 有个客户 他一直迟迟拿不下来 为了帮他解决 我那几天从早跑到晚 求爷爷告奶奶各种找人 喝了不知道多少酒 就为了在生日当天 给他一个惊喜 而宋奥见我久久没来 轻吃到 他也太不给你面子了吧 你过生日 这么大的事 他都能迟到柳如烟撇了撇嘴 他平时就是磨磨唧唧 没点时间观念 烦人得很 宋奥抿了一口红茶 扑斥一声笑了 你怎么能那么说你老公 他好歹也是高管 手里管着那么多人 要是知道你这么说他 不得气死柳如烟满脸不屑 实话实说罢了 他要不是靠他父母的背景 哪能爬那么快 晚上七点 我终于成功拿下客户 签下大单 我兴致冲冲地赶到包厢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周围人都佩服我的毅力和手段 同时也夸赞我的能力 柳柳如烟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 行了 不就是一个小客户 谈成了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看你得意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拿下了什么千亿合同 周围的人面面相簇 宁蒙出来打圆场 缓和气氛 我甘尬入座 见柳如烟依旧冷着脸 我想缓和缓和他的情绪 于是我故意提起准备买衣服的事情 这两款西装 你觉得哪款适合我 宋浩端着红酒走过来 瞥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 表情夸张 哎呀好老土啊 你平时该不会穿这些土土的西装上班吧 他说着 突然无嘴笑道 也难怪柳如烟老说 对你提不起兴趣 你这真是 让人倒胃扣 宋浩狂笑的时候 右手搭在柳如烟肩膀上 他和柳如烟脸贴脸 一双黑眸无辜急了 柳如烟没有扯开宋浩的手 他冷冷地看着尴尬的我嫌弃道 没点品味真土我搞不懂 正正经经的西装 在他们眼里怎么就土了呢 后来 我才搞清楚 原来那天大家都恭维我 夸赞我时 宋浩悄悄把柳如烟拉到一边 柳如烟 你嫁给他 就是因为他有能力吧 哎 过了那么久 我还是什么都不会 要是我也能在职场上叱咤风云 那就好了柳如烟心疼他 别胡说 你哪怕什么都不会 你帅气阳刚 在我心里 你也比他强一万倍 宋浩红了眼 那以后 我穿的帅气点 让你开心一些 当时得知他们的谈话 是因为柳如烟的一个闺蜜 实在看不下去 两人的行为 私下找到我 好心提醒我地方宋浩 而当晚 我歇斯底里的质问柳如烟 他到底想是不是 和宋浩死灰复燃 柳如烟 根本没有被捉奸时的手足无措 反倒是一脸的无所谓 你问这些之前 有没有过过脑子啊 我要是回答是 你敢和我离婚吗 实话和你说吧 当时和你结婚 就是因为你足够爱我 你本来是我的备选的 可是你是备选里最舔我的 你就像一只哈巴狗 随喊随道 嫁给你这种男人 对我的婚姻有利 我被骂的脑子一片空白 柳如烟 这些年 难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五 他嫌弃的上下打量我 你看看你自己 为了工作拉里拉踏的 根本不会穿衣打扮 哪个女人不喜欢帅气男人 我现在说我爱你 你信吗 我要是和宋浩走到大街上 跟你相比 你觉得谁更像我老公 是 这几年我为了工作 很少穿衣打扮 可他怎么不问问自己 他创业的这几年 是谁白天上完班 晚上还陪他加班 处理文件 他怎么忘了 他啃不下的大客户 是谁拉关系 陪他牵线拿下的 我用我的几年青春和心血 陪他打造了他的商业帝国 如今他却嫌弃我不会打扮自己 我总以为 人是有心的 付出的多 他总能看到 可我陷入爱河时 却忘了看清他的本质 若他是一个薄清寡义之人 我做再多 在他眼里也没有用 他爱的始终只有他自己一人 连这两天住院 柳如烟都来医院看我 我没给他好脸色 他就死皮赖脸的坐在一旁 最终 还是我兄弟老曹看不下去 把他轰走 真出国啊 三年不回来 老曹悠悠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 拿出手机给他看新的任命书 去国外拼搏三年 到时我再回国 看看能做些什么 我都计划好了 没有爱情 正是我能全力拼事业的时候 早就让你和他分开了 不过还好 你现在撤退 也不晚老曹自理行间 对柳如烟意见很大 柳如烟家在宜春 算是富贵人家 可我家 无论是家底还是全市 都比柳如烟家 强很多很多 按老曹的话说 我当年娶柳如烟 完完全全就是抚平 当年商量结婚时 柳父柳母对我很满意 我给了五百万现金 和一辆婚前麦巴赫 当做彩礼 他们二老打算拿出五十万现金 二十万的表当做嫁妆 可柳如烟却觉得 这样会纵容我 他私下让柳父柳母 把嫁妆压下来 二十万嫁妆就行 别给他买表 他家那么有钱 也不在乎这些小钱给多了 到时他指不定到处货人狭败 说我尚赶着嫁给他 我才不要 柳父柳母拗不过他 最终还是压下嫁妆钱 而我知道这些事 还是他喝醉酒时 无意说的 当时他被女助理扶进来 单手指着我 满嘴胡言乱语 你啊 就是爱惨我了 彩礼五百万 还有一辆婚前麦巴赫 轻轻松松拿下 你这么个舔狗男人 结婚一夜报复 这事我能吹一辈子 我可真牛 如今不再爱他 细想他的行为举止 真是让人反感 什么时候出国 老曹突然问我 我有些恍惚 半个月后吧 我先回家陪陪我爸妈下午 我办理出院时 柳如烟来接我 他买了一捧玫瑰地给我 我送你回家 有免费的司机 我当然也没拒绝 弯腰钻进车里时 他的副驾驶座 依旧是黑色机车造型 柳如烟见我神色一致 慌了 我今晚就去4S店 换掉你别生气 我目视前方 挺好看的不用换 换了你不好和他解释 柳如烟猛的急刹车 呆呆看着我 我没理他 拿起手机 订了明天早上回父母家的机票 一回到家 柳如烟就拿出一个爱心蛋糕 他亲手做的 很丑 但是能看出花了心思 登登登 你不是喜欢吃蛋糕吗 我今天特意去学了 给你一个惊喜 别看他丑 可好吃了 我都是用的最好的奶油和水果 我有些恍惚的看着他做的蛋糕 去年跨年 柳蒙组织大家一起海边烧烤庆祝 我自告奋勇地提出 我先买好肉 在家里腌好串好 再带过去 跨年当天 柳蒙和柳如烟的闺蜜们 对我准备的烤肉赞不绝口 姐夫 你这手艺一流 绝了 都说职场混得好的 待不了厨房 姐夫你怎么样样精通 哎 姐夫这么优秀 真不让人活了 我笑着挨个和大家碰杯 哪知柳如烟烤了一个肉串 嫌弃地吐了一口 难吃的要命 给狗吃 狗都不吃 我呆呆地看着他 柠檬带头安慰我 柳如烟转身就怂恿大家去吃海鲜 当晚 我质问柳如烟为什么这么做 柳如烟满脸不耐烦 你出境风头 有没有想过宋奥怎么想 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做饭 你还故意在他面前 狭白自己处意了得 你还真是喜欢雄敬 又是因为宋奥 我当时冷声反抗 难道他平平庸庸 我就该为了照顾他的心情 也让自己平庸 而柳如烟瞥了我一眼 只说了一句 你果真恶毒 我拿起桌面的叉子 挖了一口奶油 在柳如烟期待的目光中 我嫌弃地将奶油吐掉 学着那天他诋毁我的语气 难吃的要命 给狗吃 狗都不吃 柳如烟微微一正 脸上露出受伤的情绪 我没理他 洗漱完 直接进了次我 隔天一早 柳如烟去上班时 我迅速收拾行李 留下一份离婚协议 打车去了机场 三个半小时后 我下飞机 系统提示 有几十个未接电话 大部分都是柳如烟的 你去哪里了 你们公司的人 说你今天没去公司 你说啊 你跑哪里去了 六 我坐上低试 这才慢悠悠回复他 离婚协议书放在桌面上了 签字把他秒回我电话 我没接 直接将他拉进黑名单 两天后 别墅区的保安联系我 唐先生 还真被你猜中了 有个叫柳如烟的女士 在门口这里闹事 他说是你妻子 要闯进去找你 我漫不经心地嗑瓜子 帮我拦住他 别让他进来 柳如烟在保安厅 足足待了三天 在第三天时 终于体力不支 晕倒过去 令我意外的是 他去医院打完掉瓶后 又继续在港厅站岗 唐栋 我错了 你原谅我 我已经和宋奥断绝联系了 你回来吧 我们好好过日子 求你了 你怎么罚我都行 能不能不要离婚 柳如烟连着给我发了三条语音 语气卑微 充满恳求 我没回复他 直到第五晚 突然下暴雨 保安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唐先生 又来了一个男人 好像和这个女士 关系很亲密 我躺在床上 悠哉地喝着茶 缓缓打开视频 视频里 宋奥走到柳如烟身边 他举起伞给他挡雨 柳如烟一把将他推开 滚原点 唐栋看到会生气 宋奥被推倒在地 眼里闪过一抹狠意 他重新爬起来 大力扯着柳如烟的胳膊 吼道 你和他离婚吧 他不适合你 你滚 给我滚 柳如烟两眼泛红 他再次推开宋奥 要不是你 他怎么会和我分开 由于他力度很大 宋奥跌倒时 头部重重砸在地上 他骂了几句 再次爬起 不知他说了什么 两人突然打了起来 柳如烟人小劲不小 他把他摁在地上打 一拳拳下去 宋奥怒急还手 最后保安看不下去 报警喊了帽子叔叔 隔天醒来 保安告诉我 唐先生 他们昨晚被送进警局了 今天再也没有来过 我联席律师 让他帮忙起诉离婚 本以为这事该告一段落了 直到一个星期后 我临近出国前 老曹突然给我打电话 吃瓜不 大瓜我收拾行李的动作一顿 什么瓜 宋奥前妻找上门了 前妻 我狠狠皱眉 宋奥不是单身未婚吗 老曹在电话里 嫌弃地呸了一声 是吧 我们都以为他是未婚单身 可他确确实实是离异 他前妻 叫流血老曹和我说了一对 大致情况是 宋奥当年和柳如嫣分手 是因为觉得柳如嫣家境不如流血 他结婚后 倚仗流血当了三年的逍遥丈夫 在人前显贵 可由于宋奥平时太过高调 很快他就被看不关他的人设局 染上赌博 短短半年内输了几千万 流血发现时 他跆拳到黑带 当晚把宋奥打进急诊 可宋奥出院后 依旧死心不改 甚至变本加厉去赌博 流血实在受不了 和宋奥提离婚 恶心的是 宋奥拿走千万离婚补偿金后 不但不感激流血 甚至到处在诋毁流血名声 他到处说流血家暴他 说他在外面包养男人 这事兜兜转转 被流血听到 流血这暴脾气 直接冲过去找宋奥 这一次 他不仅打了宋奥 还连带着 把想要阻止他的柳如燕 也暴揍了 你是不知道 流血看着柔柔弱弱的 打人猛得很 框框几拳下去 柳如燕和宋奥 哪够他打的 我恍惚几秒 现在流血呢 他进橘子马 老曹撇撇嘴 流血背景强大宋奥 真是个蠢货 连富婆都棒不明白 柳如燕他大概也知道 流血的实力 他根本就不敢去告流血 他那些生意 都不够流血搞的 我反应过来 乐了 那宋奥被打了 肯定会闹 逼柳如燕报警 柳如燕又不敢报警 Bingo 猜对了老曹 在话筒那边大笑 我暗暗摇头 恶人果然需要恶人魔 两天后 我在机场等飞机 手机突然震动 是宋奥的消息 他晒了一个婚戒 七 你准备逃去国外了 我们买婚戒了 笑到最后的还是我 你啊 要离婚了又得肿瘤 比哈巴狗还惨 我微微一笑 回复他 麻烦你让他赶紧签离婚协议书 别等我从国外回来 他还是别人的妻子 你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男小三 我发完这句话 手机突然疯狂震动 宋奥脑羞成怒 骂得厉害 你不就是投了个好胎 有个好父母 不然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本嚣张 我抢了你的女人 抢了你的房子 你不难受 我慢吞吞回他 我不像你 你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我啊 我打不好 但也没打坏随即 我对他设置了消息免打扰 半年后 律师突然通知我回国 说离婚的事情有突破口 我刚落地一春 见到老曹时 便得知了一个震撼的消息 兄弟 大新闻 那两人都瘫痪了 报应啊 都是报应 老曹翻出前天的当地新闻 让我看 原来 我走后的这半年里 宋奥又染上了毒瘾 他拿着柳如燕的钱去赌博 连亏三千万 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在我走后 没了我的资源 没有我在关键时候 替柳如燕忙前忙后 柳如燕的公司盈利一直下滑 他只能忍气吞声 低头到处找人谈生意 可圈子就是那么小 谁不知道宋奥染上毒瘾一事 没人敢和柳如燕合作 柳如燕的公司岌岌可危 而就在这时 债主突然找上门 柳如燕这才得知 宋奥拿着他们的房产证 到处去借黑钱赌博 接到电话时 柳如燕恰好在开车 他死死盯着宋奥 你又去赌了 宋奥坐在副驾驶 吓得连连摇头 没有 债 住 已 今朝 上 门 了 柳如燕怒了 他掐着宋奥的脖子 滑出一道血 一字一顿道 宝宝 别打我 我改 我改 宋奥努力挤出几个字 试图唤醒柳如燕的爱 柳如燕刚刚冷静下来 又有第二个债主打电话 柳小姐 宋先生这边跟我们老大睡了一晚 借了三百万贷款 目前已经到期了 什么时候还 你为了赌博 居然去和别的女人睡 疯子 床上视频发到柳如燕手机的那一刻 柳如燕终于忍不住 他在车里就暴揍宋奥 宋奥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立刻回击 我是你男人 花你一点钱赌一下又怎么了 抠抠嗖嗖的 难怪唐栋要和你离婚 他不提我还好 他一提我 柳如燕再次掐住宋奥脖子 他气得额头青筋暴露 都是你 要不是你 我明明有个很好的老公 都是你那晚怂恿我 将冰桶往他身上倒 柳如燕不知哪里来的劲儿 抓起宋奥的头 猛地往车窗上撞 我呸 没有我 你和他也不会长久的 宋奥还手打柳如烟时 迅速跑到驾驶座上 他不知踩到什么 停在马路中央的轿车迅速启动 撞向一辆大货车 货车无法及时刹车 当场压过他们的大腿 两人双双瘫痪 我看完新闻 暗暗摇头 如今 我只关心一件事 我能顺利离婚了吧 律师点头 十拿九稳半个月后 我如愿拿到离婚胜诉书 当天 老曹在法院门口接我 恭喜 喜获新生 我点点头 和他拳头碰拳头 是啊 今天开始 可以迎接我的新生活了 全文完 这些 стран文完 除非 我认为